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汪哥 艾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二十岁就开始当妈妈 从此便过上了繁忙的生活 一边要照顾小孩 一边还要兼顾工作 就是这样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的艾米 却发现老公在背着自己搞网恋 气劫的艾米将老公赶出了家门 但她的生活压力并没有因此减轻 反而因为花更多精力照顾小孩 而变得一团糟 艾米疲惫地去酒吧放松心情 认识了两个全职妈妈 她们都有着和艾米同样的烦恼 于是三人约定一起释放压力 艾米决定要当一个放纵的坏妈妈 不再畏手畏脚地被生活束缚 第二天艾米就转变了生活态度 她不再给孩子做早饭 开着跑车送孩子们去上学 还教唆女儿逃学做美容 过了一段时间的自由生活 艾米开始反思她和老公的婚姻 她好像从没有体会过年轻人该有的激情 于是她开始精致地打扮自己 并开始和各种男人约会 但真正实施时 艾米却觉得很是无趣 不过她因此认识了一个帅气的单亲爸爸 两个人产生了艾米 第二天老公回来了 老公打算和她复合 但艾米却很纠结 而家长委员会会长金毛也对艾米不满 在贝地里给艾米的女儿穿小鞋 还传谣言说艾米被丈夫给抛弃了 艾米知道后便联合那两个妈妈准备扳倒金毛 她举办了一个派对拉拢其他家长 到了派对那天却发现没几个人 所有人都去参加金毛的演讲了 艾米又悄悄给各位家长发他们狂欢的照片 吸引了大批的人前来 狂欢过后 艾米开始进行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她强调母亲一样需要休息和自由空间 需要减压和娱乐 希望那些家长都投她一票 初步胜利之后 艾米和那个帅气的单身爸爸 度过了一个激情夜 而她和老公的婚姻也一度走向破灭 但他们也想过挽回 两人去见了婚姻理疗师 却发现毫无用处 两个人最后决定和平分手 但艾米很快就因为不务正业 被公司炒了鱿鱼 女儿也被金毛找人陷害 还因此被禁止参加最爱的足球会 女儿责怪她不该去招惹金毛 还觉得她根本就不像个合格的家长 两个孩子搬去了老公家 面对空荡荡的房间 艾米开始颓废 很快会长选举大会就到了 艾米却已经丧失了斗志 在酒吧那两个妈妈的劝说下 艾米还是决定去参加竞选 几个人开着跑车 风驰电车的去道礼堂 毫无准备的艾米站在演讲台 她来了一场真情大流露 正视了自己对女儿的教育问题 认为每个母亲都有坏妈妈的潜质 不断有人起来附和她 大家都认同她的观点 艾米的演讲取得了满堂喝彩 就连金毛也在演讲会后 对她吐露心声 抱怨自己的生活多么糟糕 很快 艾米的女儿再次返回家中 母女俩重归于好 儿子也越来越独立 公司也重新给艾米打电话说 需要她 艾米趁机要了双倍工资 最后 艾米和那个单亲爸爸走在了一起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生活让你变得很累 试着改变一下生活方式 或许能够有新的收获哟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接下来